2018年9月,在湖南淮华三中就读高三的尹同学,每晚9点50分下课,经常赶不上末班15路公交车回家。 经过沟通,公交司机杨其名允诺,每晚在起点站推迟5分钟发车,这短短的5分钟看似简单,却守护了尹同学的回家路。 在今年的高考中,如愿考上大连理工大学的尹同学,拿到入学通知书后给杨其名报喜,并送上了一面锦旗,感谢杨师傅高三一年的帮助。 参加工作以来,杨其名长期担任15路公交车末班车司机,按照公司线路安排,每晚9点45分,该线路最后一趟公交车从当地党校出发,行驶20分钟左右到达淮华三中站。 当晚,尹同学告诉杨其名,因为是高三学生,课堂上老师总会多盯住几句,导致之前几次都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。 尹同学试探地问杨其名,这是他晚上回家,唯一可搭乘的公交车,能否在三中站多等等?杨其名爽快地答应了,并跟尹同学互留了电话号码。 杨其名说,尹同学家住淮华市成交,到站前,车上除了他几乎没有乘客了,所以在他下车时,自己要看到小尹被父母安全接到后才开车离去。 杨叔叔每天晚上等我的话,我也会很感动,就会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温暖在的,然后觉得以后你要温暖地去对待别人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